美国防长哈格尔周六与日本防卫向小野四五点通电话 哈格尔提醒日本要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悍然参拜晋国神社后 哈格尔曾取消与小野四的通话来显示美国的不满 而此次通话中哈格尔传递的信息就被日美解读为 是美国升高了对日批评的调门 据五角大楼的新闻通稿 哈格尔在通话中强调 日本采取措施改善与邻国关系和促进合作的重要性 从而推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这一共同目标 日本共同社分析称 哈格尔是考虑到日本首相安倍参拜晋国神社 引起中韩两国的反对而做出此番发言的 然而小野四也借机向美方诡辩称 参拜的本意是为了表明再也不发起战争的不战誓言 此前有日媒报道安倍在参拜晋国神社后 哈格尔取消了原计划上周五与小野四五点通话的安排 这一举动被解读为美方对安倍败鬼的不满 而迟到了一周的美日防长通话 哈格尔再次提醒日本改善与邻国关系 日媒评论称 虽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等发表了表示失望的声明 但部长及官员直接做出反应 上述首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向日本提出警告外 美日防长的通话内容更多的聚焦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合作上 双方还针对落实美日一系列防卫合作计划交换意见 包括美军在日本部署第二部X波段雷达和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方针 上月中旬小野四五点曾透露 2014年美军将在日本京都府一处航空自卫队基地部署X波段雷达 希望能准确追踪弹道导弹 向美日传送情报 此外哈格尔感谢日本政府努力推动冲绳地方官员 批准一项填海造地计划 为助冲绳美军整边重组铺平道路 其实有文章此前就分析认为 安倍在参半进国神社之前已经打好了如意算盘 认为事后向美国献殷勤 当美国解决这些历史性的问题 美国就不太会反对他这一动作 而实际上美国方面多次重申在这一问题上对日本表示失望 认为安倍的行为无疑是直接加剧与邻国的紧张关系 而美国之库学者也表示 华盛顿将对中京保持警戒 因为当前美国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并不希望东北亚局势紧张 安倍悍然败鬼 不仅在国际舆议引发批评 日本国内也酝酿反对声音 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例行国会将于24号开幕 在半年的会期中 安倍内阁的首要目标是尽早通过2014年度预算案 而讨论焦点则是修改宪法解释 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 不过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国际批判浪潮 日媒指这或许将成为在野党的攻击素材 有日本政治人物就对安倍败鬼提出建议 日本前外务大臣钱袁成斯在接受采访时 就认为应该将14名甲级战犯从晋国神社分四出去 不要让晋国神社成为外交问题 所谓的分四就是将晋国神社中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灵位 完全分离出来另找居所 实际上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政府就开始围绕分四问题 询问甲级战犯遗属的意见 并向晋国神社进行了试探 2001年7月 自民党干事长山奇拓首次向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玄 提出了分四构想 历史观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外交一大难题 去年7月 在美韩国人团体在美国洛杉矶近郊的格兰黛尔 设置了象征二战随军慰安妇的少女雕像 当时日本政府就表达了不满 在美日本人也发出了反对之声 上月一名美国籍男子发起一项活动 在美国白宫官方网站上要求拆除这一雕像 截止上周五签名超过了10万人 该活动由该人呼吁称 这个雕像煽动对日本人及日本的憎恨情绪 根据有关规定 如果30日内征集到超过10万个签名 白宫将对此做出回应 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称 即使白宫对此做出回应 该雕像大概也不会被拆除 但此举有可能防止今后出现类似雕像 目前最直接的一具影响就是 日本一所高中取消了跟格兰黛尔市姐妹学校的 这种学生交换项目 而日本政府也向格兰黛尔方面表达了不满 在美日本人也出现了大量的反对声音 但是目前格兰黛尔市不大部分官员 仍然相信反对性暴力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 大部分官员仍然坚持保存雕像 实际上在这一次安倍败轨之后 中国的舆论攻势已经把安倍内阁错误的历史观 推上国际层面 中国驻英国大使 中国驻日大使 以及中国驻美大使 都接连发表文章或言论 选择安倍败轨做法 有分析称中国正在打响 修理安倍的国际舆论战 日本媒体认为 此次中国采取了一直以来都没有过的强烈抗议姿态 是中国政府向国内外广泛显示和强调自己的强硬立场 有德国学者认为 这表明中国在对外宣传上开始采取主动表现的更加自信 虽然说是游离走遍天下 但是这个正义 这个正义 这个道理 还是需要正义国家 自己去胜张 自己去渲养 自己去克服 因此中国必须 立即展开大规模的绝地 绝地国际舆论反击战 揭露安倍政权的倒行逆势 让他的败轨行为 让他的右倾军国富国主义行为 在全世界目光之下成为过界老鼠 人家还打 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公式 开始将国际政治力量进行区分 以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 例如近期中国外长分别同德俄 越美韩外长通电话 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就不无担忧地指出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给同盟国关系带来危机 同盟国转过身去了 美国感到失望 此外中国还注重将国际舆论进行区分 程永华大使在日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 就是很好的尝试 除日本媒体外 还有很多国家的媒体对安倍参拜 持批判态度 英国每日快训成 安倍的行为是新的挑衅 美国纽约时报批评安倍太冒险 安倍政权 他的历史观在挑战国际争议 第二安倍的历史观在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 第三安倍的历史观正在破坏我们说目前的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所以我们讲的话呢 他所做的这一切很明显的 我们说不是跟中国的问题 而是跟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 而反观安倍政权 由日媒指出 在中国的舆论公式下 日本政府显示出沉默状态 而外交上沉默就是输掉了 安倍新年讲话遭遇国际社会广泛质疑 安倍打包的右倾战略是否已经绑架了日本社会 美国各界一再表达对安倍败鬼的不满 中国更加安倍列入不受欢迎黑名单 面对国际压力 日本首相会否换人 安倍实际上他有些得意忘形 丧失了道德制高点 安倍内阁 他的这个支持率呢 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安倍如果要垮 也会垮得非常非常的快 安倍这一次相当的孤立 那么这就是中国下一步可以打台的一个起点 从积极扩军备战到执意败鬼 安倍一味有亲 会否成为孤家寡人 周一21点50 决胜制高点将为您解析 中国如何反制安倍频频挑衅 敬请关注